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和张艺兴将再次同台亮相 节目结束后 湖南卫视的压力会很大 在前段时间举办的跨年晚会上 各大卫视都为大家推出了非常精彩的节目 而各卫视也有着非常强大的嘉宾阵容 在这些电视台中 东方卫视应该是最受欢迎的 因为他们不仅请来了很多知名人士和女艺人 还请来了王一博和张艺兴两大人贩子 在此期间 每家DavidTV都会举办各种不同的派对活动 在这些活动中 节目单和受邀嘉宾阵容 无疑是网友最担心的两个方面 除此之外 他还会开始定期收看这台卫星电视 由于此次王一博 张艺兴将在湖南卫视同台演出 再加上多位知名艺人的加盟 预计该剧的收视率将再次创下新高 他的历史最高点 但事实上 湖南卫视这次也吃了不少苦头 因为上次王一博和张艺兴在东方卫视同台 就因为结局争议颇多 这一次 预计同样的事情会发生 刚刚传出消息 王一博和张艺兴将再次同台表演 这次他们将在湖南卫视跨年晚会上与大家见面 不过这两年很多流量艺人都分布在了各大卫视 湖南卫视的整个阵容也会因此显得比较弱 湖南卫视每一次举办的活动 都深受广大青年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那段时间 王一博的节目稍微高级一点 张艺兴后来的表现也不是那么好 各种技术问题 还表示 因为王一博在演出中途接受了采访 所以张艺兴剩余的演出时间被缩短了 此外 王一博在东方卫视跨年晚会上的表演也赢得了满堂喝彩 尽管如此 他还是因此多处受伤 路透社上所有人都看到了他蹒跚而行的身影 不仅伴奏提前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细节 也导致整个舞台的效果差强人意 张艺兴也是一位对舞台要求非常高的艺人 不过当时被爆出不仅伴奏提前 还有一些其他的细节 随后 双方的支持者也因这一结论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此外 张艺兴的制作公司特地发文强调节目的收官 不是最本质的 给大家一个愉快的舞台才是最重要的 事实上 这两位演员在当时东方卫视的收视率非常高 他们在各自时代的巅峰时期获得了最高收视率 舞台对这两位表演者来说都很重要 而且他们过去曾合作过 显然 这次情况并非如此 巨变让人有些不安 大家认为 湖南卫视未来的压力会比较大 因为东方卫视这次处理的不是很好 也有很多粉丝和网友认为这事主要原因 说不定 如果能做到一个好的安排 也有利于满足观众的感受 另一方面 与此同时 也有可能出现再次加剧双方分歧的情况 无论如何 作为任何一个组织的粉丝 你都应该专注于你最喜欢的音乐家的表演 并尽量减少分歧 王一博和张艺兴在生活中对舞蹈有着深刻的理解 他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在舞台上提供最好的表演 即便有争论 也应该是因为舞台呈现的印象不够充分 两位艺术家之间频繁的分歧 只会助长他们两人的负面形象 不仅没有合理的解决办法 而且这样做还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于是 大家一直期待着自己的上台 并为他们在那里所做的事情付出更多的努力 我们打个电话好吗 这张无标题的预告片分两次独立但连续发布 突出了这张照片是为商业观众准备的 王一博战斗序列的公布缓解了一些紧张的气氛 预告片一出来就修改了两段 感觉真的很爽 别着急 吴明这部电影大家都好评如潮 但也没必要急着去看 因为还能看到别的东西 给他看海报后 九宫格会第一时间帮你开评 你觉得吴明应该改编成什么类型的电影 博纳影业最受期待的电影《吴明》将于大年初一举行首映礼 可以说是精心准备的 在大家嫌他太文艺 不适合春节档的同时 电影也在筹备中 吴明制作了预告片 郑重宣布该片将是一部商业片 将是一部暗黑喜剧谍战惊悚片 该公告是在业界预计票房不足时发布的 预告片公开后 他毫不犹豫地将这部电影的性质描述为高度商业化的画面 这是电影吴明所散发出的气度和氛围的保证 当通过预告片 我们看到一众主创悉数登场时 大众以往对谍战剧的认知被打破了 其中包括梁朝伟 优衣库王一博 王传军和黄磊 以及周迅 张静怡和江书莹等 让我们一起见证这部预告所带来的震撼 也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让之前的种种谣言显得愚蠢 最近 一些人表示 围绕 吴明 的媒体实际上表现出一种破碎的节奏 没有人 甚至是微博 都没有看到与宣传相关的任何动作 除了完全沉迷于他的王一博粉丝 这是绝望的打击 四面八方传来谣言 就在所有人都开始担心他的时候 没想到他来的这么有节奏 预告片展示了两个不同的部分 第一个是梁朝伟和王一博一起拍摄杂志的场景 这个场景是为了突出电影的超商业性 此外 预告中还出现了王一博与梁朝伟枪战互殴的画面 第二个预告片包含一群人的肖像展 演员中的每个人都在那里 眼花缭乱 每一个场景都仿佛充满故事的梁朝伟就是其中之一 他眼中冰冷的光芒 脸上无数的伤痕 让人感到压抑 他的脸上满是疤痕 然后是该作品的主要贡献者的肖像 因为每个人都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场景中 所以我们对这部剧有了整体的感觉 也能更好地理解各个角色的作用 看到之后 我不禁有些忐忑 同时又有些好奇 这种情绪贯穿了整个故事 一晃而过 一股紧张的气息扑面而来 还有几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成二导演的作品 荧幕的艺术性和知名度是有目共睹的 对于如何利用镜头的破碎感来传达叙事有着深刻的理解 传达可以从叙述中吸取的教训 需要指出的是 预告片中王一博的照片非常抓人眼球 与梁朝伟的眼神和手势明显的戏剧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这种表演完全是有机的 观察他在公共场合的举止非常有吸引力 力量 而此时的王一博 一眼就看出了一张稚嫩的脸 一张非常干净的脸 没想到 眼底的冰冷让人毛骨悚然 尤其是脸上有伤疤 嘴角有血迹 脖子上挂着断臂的人 刹那间 我感觉那股气息相当的浓郁 有种终究要完全消散的窒息感 还有王一博和对方对着镜子对视的场景 这种场景在预告片中出现过不少次 发生在洗手间 油腻腻的脑袋打着领带盯着镜子 角色的讲故事潜力 王一博因此明显涨幅 角色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好的 另一个是邪恶的 而眼睛将这两个方面都传达给了观众 最后还是很期待这部极度商业化的画面的表现 希望能在票房上有个圆满的成绩 准备在最后一天晚上看无名的一年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